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很多的品牌商在拍摄广告大片或者是宣传视频的时候 都会根据他的喜好来设计 前几天舒夫加的广告就要网友们大饱饮腹 而且海菲斯的广告就像是拍电影一样 让人震撼 结合了舞蹈 摩托 滑板全都是王一博最喜欢的 而这一次饿了猫在拍摄宣传片的时候 也采用了王一博最喜欢的摩托车 整个人就像是驰骋在赛道上一样 送外卖都送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 而这一次宣传片也拍成了一种大片的感觉 整个效果让人非常的震撼 如果说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帅气的外卖小哥来送外卖 相信很多人都会变得胖胖的 这一次饿了猫找王一博作为代言人 相信在以后的道路上他们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很多的粉丝都忍不住开始下载这个软件了 除此之外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很多镜头全都是怼脸拍的 各种角度的都有 也完全的展现了王一博精致的颜值以及他的完美曲线 完全就是360度无死角 恭喜王一博又获得一款新的代言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各大厂商的宠儿 而且所有的设计全都是关于他的喜好 这次看到饿了吗 放出的宣传片完全让人震撼 真的有一种拍电影的感觉 骑摩托车送外卖 就像是驰骋在赛道上的车手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马上就要开播了 大家期待哪位导师的精彩带队呢 这四位导师当中年纪最小的王一博 最近的热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他是顶楼男艺人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自从官宣队长以来 摩托姐姐们真的是兴奋不已 而王一博在街舞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备受关注 最近在节目里的造型也平常热搜 在街舞里的王一博是爱上了法师了吧 每次这个造型变得最勤的那就是法罪了 实实在在的就走在了时尚前沿的酷盖呀 经验造型之闪电法坠 把耳环当作是法式戴在了头上 这个造型一出大家都被阻击到了 真正的精致又性感 这个法式真的有被摔到哟 经验造型之调染绿发 又A又奶深得摩托姐姐的心 爱豆王一博回归在线阻击 这个调染发色你们爱不爱呢 经验造型之蓝绿脏变 街舞队长就要有街舞队长的亚子 奶浮浮的样子也可以有 但是也少不了街舞自带的 狂拽酷炫吊炸天的气质 这个蓝绿脏变搭配了是银灰色法坠的一个造型 真的是酷到我了 也太好看了一点 你们看看 这酷炫样和绿色衣服顺毛奶浮浮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人吗 谁上波上线 这次的这些造型摩托姐姐还满意吗 可是比机场养风人的造型要好看了吧 没得嫌弃了吧 还吐槽吗 这次要再吐槽的话 那么这个酷盖王一博可不是回怼了 是你们不懂 无语这么简单了 王一博的时尚感应是都很强 不管是日常还是上节目 造型呢都是一直在线的 王一博不愧是在跟汪涵身边成长熏陶底下的孩子 不需要解释太多 但是却火得相当的大智若鱼 在这次对街舞当中 一句如果不幸运的话还可以获取一些快乐 瞬间让人钦佩了起来 这个孩子还真的是真诚的接地提 在街舞训练室当中 作为队长的王一博跟其他的三位队长 一同去显示包包当中的物品的时候 王一博但是一个时辰的孩子 一如既往的去炫耀着自己的滑板跟大摩托 不过只有滑板跟鞋子随身携带了 贴溜着两只鞋子 手舞足导的描述着 这个是自己整破的第三双鞋子 满脸莫名傲娇的表情 真的想提醒一下王一博 提着破洞鞋子的耶博 你的鞋子不味儿吗 都整破了 还这么一脸的傲娇的小表情 谁给你的勇气和自信啊 真的是太憨了 包包里吧 塞鞋子 王一博你真的是把喜好 全都填充到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所处位置 通通都被王一博放在手心里 这份热爱与之争 让王一博可以做到专一 与专情 不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语 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低调稳重地活得精彩 在喜欢的东西上 可以很认真 很快乐 很努力 你可以很幸运地 获得一些很好的天赋 或者是怎样 如果说不幸运的话 也可以获取一些更多的快乐 从王一博这个不爱说话的人 口中说是这番话的时候 小妖不得不佩服地说 真的是过得明明白白的 在有涵养智慧的人的身边 教会了他如何去看待生活与人生 王一博曾说 在大老师的身上学到了幽默感 在韩哥的身上学到了 智慧跟处事态度 从他讲出没有天赋 还可以获得更多快乐的 这句话的时候 这是王一博自身努力之后 悟出的人生哲学观 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还一直都在全力以赴的努力 才可以看透不说透 只传递正确的三观 才是责任感跟使命所在 终于明白了 为何王一博的眼神 可以这般的伶俐跟坚定 这是常年坚持跟发狠劲 叫劲给磨练出来的 一个对于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 眼神透露出来的坚毅 是可以清晰可见的 相由心生是不无道理的 王一博这个心性纯良 三观纯正的孩子 在自己的专注的领域 做到了自己的极致 这份执着值得年轻人去学习 难怪坐拥到千万粉丝 却不为所动 新的念力足以去改变一切的逆境 王一博身上的特质实在是太明显 努力总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对于自己严苛自律起来 也是绝不手软的 这是大众事也是可以观察到的 同样王一博柔起来 瞬间又奶芒又甜甜的 这个可能就是直男内心的 小秘密的呈现 其实本质还是一个 渴望被宠被爱的小男孩 特别喜欢撒娇 只是针对于熟悉的人 这也许就是为何 粉丝们都年纪轻轻的 但是却都被王一博激发出来 无限的母性光环 如此的去宠溺着他 这个就是他身上一些 特殊的矛盾点的存在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